光业科技公司廖姓品馆助理工程师前年初怀孕,公司得知她收印消息,无预警的依亏损,业务紧缩为由资欠她,拒绝再接受廖女给付劳务。 廖女提确任雇佣关系存在诉讼,台北地院判她胜诉,光业科技也必须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廖女复职前一日至,按月给付27300元薪资,并按月提拨1656元至她劳工退休准备金专户。 光业科技不服上诉,高等法院驳回廖姓女员工2012年即进入光业科技公司上班,当时薪资为22K,工作内容未检查获品,因表现不错,事后掉心。 她表示,2016年初怀孕,但公司在得知她怀孕后,不愿承担相关人士成本,在7月19日下午仅下班时,突以劳动基准法第11条第二款亏损或业务紧缩是由资欠她,廖女说,公司并没有亏损或是业务紧缩的情形,终止雇佣契约不合法,因此提出诉讼。 她一审胜诉后,光业科技提上诉,称公司是美甲灯具代工制造商,2015年5月起因订单量,销售金额大幅下滑,2016年营业净利与2015年相较,减少净利幅度高达64.08%,工厂和生产线都缩减,员工已从其17人减成55人, 而廖女的学历并无其他适当部门可安排,但高等法院发现,光业科技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4亿7881万元,营业净利为8515万,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3亿7698万元,营业净利为8630万。 2015年营业净利还较2014年增长,没有业务紧缩的情况,而2016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总额较前例年度减少,可能原因众多,未必基础业务紧缩,整体业务是否缩小范围,与雇主的财务结构,资产负债情形无必然关系。 而据公司员工证称,廖女经资贱前货后,生产不品管组还有借掉他处人力的需求,高院认为这也证明光业科技的业务紧缩抗变不合法,廖女主张雇佣关系仍属存在的说法可采。 本件仍得上诉。 光业科技公司廖性贫管助理工程师前年度怀孕,公司得知他收运消息,无预警地以业务紧缩为由资欠他,女员工提确认雇佣关系存在诉讼。 一、二审皆证诉。 是意图Engamage分享。 是意图Engamage分享。